兩輛汽車停在路中間 車主拿出手機 對著車子拍照搜證 還以為兩輛車是發生了碰撞事故 結果凶手竟然是他 一根鐵條就直接躺在汽車的輪胎旁 好端端的開在路上 怎麼會被鐵條給砸到 我跑來丟鏡頭 車可就這樣破了一個大洞 讓車主實在好無奈 上面下來 砸到以後 不知道是砸到他 看起來應該先砸到我 施發在十三號的下午兩點半 台北市的中山北路二段 鐵條就從大樓的高處直直落下 車主當時正在停等紅燈 聽到碰的一聲 怎麼也沒想到 竟然會是鐵條從天而降 上面是都掉下來 因為還在施工中 所以還沒有防空網包袱 還有包袱 被它掛把握 彈射出來 初步了解是大樓外牆的 拉皮工程中的鋼筋物料 不小心掉了下來 當場砸中了路過車輛 所幸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不過後續車損該怎麼賠 承包商則是承諾會負責到底 靜新聞林玉成吳宇謙採訪的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靜好新聞 電視頻 透明文 電視頻 靜喇